第四十六集 顾丰这种厚颜无耻的人是无所谓 宋卿城可丢不起这个人 你看 现在末班车已经没有了 你要是想回去的话 那只能打地回去了 从这打回城区的话 那少说也得几百块钱车费 你何必去还那些冤枉钱呢 是吧 顾丰对宋卿城的手头多少了解一点 顾丰对宋卿城的手头多少了解一点 而且他也舍不得花几百块打个车回去 宋卿城皱了皱眉 虽然全身上下也拿不出几百块 但他还是倔强地撑了一句 那也不用你管 顾丰嘿嘿一笑 双手哭在他后腰上 上半身微微后仰 垂手看着他 我不是管你 我是替你心疼你口袋里那点钱 听如你做兼职挺辛苦的 几百块钱够你赚半个月了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再说了 我又不是饿狼能把你吃了不成 你比饿狼差一个字 色狼 管他饿狼色狼 我无所谓 说吧 想吃什么 顾丰挑挑眉 无所谓的开口 宋卿城甩他一记白眼 不得不承认 顾丰说得对 他犯不着跟自己口袋里的钱 过不去 最最最关键的是 他根本拿不出几百块 霸王餐厅说过 难道他要坐霸王车 我听说前面有一家牛排 做得不错 我们就去那儿光顾一下 顾丰揽着他的签 一把将他揽进怀里 朝他所说的西餐厅走去 宋卿城在他手上拍了一下 你把手拿开 别动手动脚的 我这个人有多动症 你不知道吧 顾丰的双手 故意在他身上挠了挠 顾丰你变态 宋卿城怕痒 没想到顾丰 会这样偷袭自己 被他弄得是哭笑不得 挥着小拳头打他 宋卿城那点小力气 在男人眼里 怕连脑痒痒都不算 不知道的人看着 还以为他们是一对 打情骂俏的小情侣 另一边的马路上 一辆车已经停了有一会儿了 车里 一双森冷的毛子 盯着那对离开的男女 阴沉的目光 负着内心那股滔天怒浪 整个人被一股 害人的力气笼罩着 叫旁人看着都害怕 还好车厢里只有高兴一个人 透过后视镜 可以看到总裁和以往不同 这样的总裁 是他从未见过的 这位宋小姐真够大胆的 就算和总裁是协议结婚 起码也该避避闲吧 这样公然和男人打情骂俏 其实只要不被总裁看到 或者媒体曝光 那一切都还好说 关键是怎么就这么巧 被总裁抓了个正朝呢 莫非总裁大老远过来 就是为了捉奸的 想到这里 高兴忍不住 又从后视镜中 看了眼后面的男人 这件事揣测到这里 也到此为止 车厢里的气氛僵硬 高兴不敢询问 是去是留 只好静静地听从指挥 顾峰找了一个单独的卡座 给宋卿尘点了一份 最贵的牛排 然后要了一支红酒 这是打算 跟他好好浪漫一下的节奏 红酒就不用了 给我们牛排快点上 我们赶时间 宋卿尘直接拿过 顾峰手中的菜单 交给服务员 顺便催了一句 服务员懵了懵 不知道听谁的嗜好 你别听他道 我们不赶时间 红酒给我拿上来 顾峰说完 将服务员推了出去 顾峰 请你搞清楚 我是为了搭你顺风车 才陪你吃这顿饭呢 麻烦你速战速决 还喝红酒 他真以为他们是在约会了 你看 你都输了要搭我的顺风车 还不赶紧把我伺候好了 小心我不带你啊 哼 拉倒 宋卿尘抓起包就要走 顾峰站起来拉住他 哎 姑奶奶 我错了还不行吗 喝酒不能开车 好好好 我不喝还不行吗 顾峰双手投降 宋卿尘不情愿地又坐回座位上 不一会儿 服务员将两份牛排送了上来 红酒送上来之后 顾峰乖乖地将红酒退了 一顿晚饭也没有进行太久 宋卿尘是恨不得三下午除二 吃完走人 所以一点吃相也没顾 顾峰实在是看不下去 一脸嫌弃的样子 哎 大姐 这是稀惨 你能不能顾点形象啊 我干嘛要顾形象 又没有人看我 宋卿尘理所当然地回道 顾峰嘴角抽了抽 那我算什么 你 宋卿尘身陷挑高了几度 需要我再说一遍 顾峰给他一个无语的眼神 算了 看在追他的份上 不跟他一般计较 因为顾峰故意默默唧唧 两个人吃完饭之后 已经是九点多了 好在开车回去的时候 没有像晚高峰那样堵车 但回到市区时 也已经是十点了 宋卿尘没有手机 想给纪正廷发个信息 说一声都没得说 有几次 他是想借顾峰的手机用一下 但是又懒得去节外生枝 他让顾峰送他到学校门口 幸好宿舍还没有锁门 也不至于流落街头 星月刚洗好澡回到宿舍 看到宋卿尘在找换洗衣服 准备去洗澡 他擦了擦眼睛 还以为自己是看错人了 星月再三确定 真的就是宋卿尘 卿尘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手机摔坏了 没法告诉你 所以就直接回来了 手机怎么又摔坏了 下午不还是好端端的吗 别提了 今天就是个闲门的日子 多怪自己出门没看皇帝 直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弄清楚 今晚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峰一口咬定 没有约他 更没有叫什么女孩子 传话给他 可他却明明收到了学妹传话 才会去赴约的 这其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顾峰的直爽性子 不应该是那种 扭扭捏捏的男人 再说 他在学校泡女人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人人皆知的事 没必要搞得神神秘秘的 所以 他下午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今天 怎么没有回记载住啊 新月问后面那句话的时候 还下意识地看了看宿舍里 有没有其他人 担心被人听到 对了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宋青城突然想到 还要给记家那边说一声 不然那个母老虎 又该找茬了 干嘛 今天太晚了 我不想回去了 不过 要跟某人说一声 才过两天就被管得 服服帖帖的了 看来那个记家 还真不好混啊 新月调侃她 你以为啊 就没听说过 有哪个豪门好混的 新月将手机递给她 给你 别去阳台上 这会儿晾衣服的人多 不用 我就发个信息就行了 好主意